如果有天你發現家裡來了一隻黑熊,你會怎麼辦呢? 美國有位民眾,前陣子在庭園遛狗的時候 意外發現家裡來了一隻黑熊 就算家裡的狗狗不斷對著黑熊狂吠 但黑熊表現卻非常淡定,沒有攻擊,但也沒有要離開 動物學家表示,熊有的時候會在人類居住地 找到適合棲息的環境,這個現象並不罕見 在屋主聯絡相關部門之後,專業人員給的建議是 可以用光照或製造聲響的方式趕走黑熊 但如果他沒有造成干擾的話,也可以考慮讓他留下來冬眠 於是這家人最後決定,就讓黑熊住在他們家的甲板下過冬 還幫黑熊取了名字,開了視頻帳號,甚至還出了周邊商品 應該可以說是非常的熊熊友善,又很具有商業思維的操作吧!